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苗本是我其中一个最心爱的城市 所以我回来苗本这个城市了 苗本这个城市虽然很平静 可是有我一般兄弟在的话 我就生活里面就充满了激情跟动力 因为为什么有他们陪伴的时候 虽然平时吵吵闹闹 可是我就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再孤单 然后我非常感谢我一些朋友 哎呀 输了 我平常喜欢比较喜欢的跟一般朋友一起玩游戏 我玩游戏特别容易上手 而且玩得非常之好 然后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玩游戏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跟一般朋友一起玩 然后可以贴于彼此增长大家的信任和感情 有女朋友的话希望不要担心 我会很宅的一直在玩游戏 因为我是很会分配时间 就会不会顾着只玩游戏 不会去忽略女朋友 就这样 说到爱情嘛 然后我之前就是有一段比较短暂的爱情 我之前那个女孩嘛 我比较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很爱她 问题是她天天喜欢 就是那种去clubbing 或者跟那个KTV的生活 然后我觉得我们性格不太适合 所以我就选择了离开 可是我也是很爱她 之后的爱情 我想希望找一个比较 这种生活不要太过平凡的女孩子 而且比较顾家的女孩子 我比较喜欢小动物 特别是狗 然后我家里里面有养了一只小鼻虫 大概有一年大吧 然后她每天晚上很喜欢就爬上床上跟我一起睡 然后如果我有幸 就是接认识到一位女生的话 我会像 我想她希望她比较会喜欢小动物 然后跟我家里面那个小狗 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一起把这个小狗给养大 然后就希望她有这方面的爱心跟耐心